好 很少有人能拍 坦白讲 你说那很简单 它没什么 那请问你拍看看 诶 真的还不简单 真的很不简单啊 所以前面那一场续场 那是续场 我认为那是一场续场 尤其是土耳其的一种风俗 真的是有一点熏的 把那个熏的 然后熏出一条蛇嘛 我刚才还讲说 中国古代里面有一种 治病的一种方法 就皇后 皇后中风嘛 中风 那皇后咧 你说总不能说 把她身体扒光去干嘛 那对她一定是有更多的一种 所谓的特殊的一种礼仪的方法 所以那个意义啊 就特别说 编了一个那个房子 就是用竹子做的房子 然后下面也做了一个大锅 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皇旗 皇旗 我们现在那个药房店 都可以买到嘛 皇旗 皇旗以后在下面放熬多 然后我们慢慢煮 煮了以后熬汤 不是熬嘛 就熬了以后蒸汽嘛 就那个皇后里面把她衣服扒光 让她躺在那个竹笼子里面 然后蒸蒸蒸蒸就蒸好了 这是真的在伊典上面里面有记载 就真的 她不是把她倒吊成吗 倒吊成那一条蛇 那就为什么跑出来 这也是 我觉得 不过那一条蛇当然是假的 假的 她演得很好啦 但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有一条蛇会跑进嘴巴里面去啊 这 难道你睡觉嘴巴张那么大嘛 让那蛇跑进去嘛 这个也是比较奇怪一点 那就是一种欲望 就是一种欲望 那一场你可以把它当作续场 当作续场的一种诠释 来去呼应说 妈妈在厨房里面看到一条蛇 来去呼应 因为这乎好像隐约在厨房里面看到一条会动的东西 而这个就是蛇的一种欲望上面的一种诠释 总之 这个叫做印象语言 画面的一种语言 画面会说话 或者是说 它说的话是一种语意和象征 我们称为叫做符针 符号和象征 而印象语言很重要的就是这些 所以它不要用很多的文字或语言或对版 它要的就是一个画面 画面一个画面千言万语 代表千言万语 所以你应该要从中里面去练习去看到这种东西 就像手机 我们现在手机光是首页的话就很多的画面 那你知道吗 你能够算出来吗 算出来哪一个进去是什么 你还要摸索老半天不是吗 但久了以后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现在年轻人那个很小 小学的那个小朋友比你都厉害 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谁教你的 他自然就知道 为什么 他出生就有手机了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是没有的 电脑是我们出生没有的东西 事后才家电的时候我们对我们 我们始终跟他哥哥博物 所以你必须要摸索 每一次我们有一句名言 我听到一个人讲一句 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每一次的上网都是一种学习的 所以你只要上一次 你才是学习一次 因为在今天 哦 原来这个 我很多见也是都没有人教我的 哦 这里哦 原来是这样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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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 很多都是自己慢慢摸索的 不是吗 有时候叫年轻人教我 年轻人还觉得说 好无聊 这个也不知道 算了 不要 自己摸就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出生跟我们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 医化的那个精神 比我们敏锐很多 这是不得不然的一种现象 没有吗 看 听说 没有 好 谢谢大家